大家好我是清潜 今天来跟大家翻一下钢 还记得那个捕法养鱼 用个网罐罐的 当初捞了很多的小河鱼放在里面 经过了大半年的养护 基本上也没怎么管它 中途就翻过一次钢 这个是历时大概四五个月之后 第二次翻钢 看剩下一条泥丘 两条这个小河鱼 还是蛮鲜活 我是把这个钢里面 这个放的各种石头 吸水石 还有鹅卵石 都给弄出来了 水全部给咬在这个桶里面 这个水呢 我是准备用来浇花的 它里面的沉淀物还是蛮多的 这个钢原来一开始 我是用了一些 已经漂洗过好多次的这个河纱 放在里面垫底 我发现好像 像电河纱和煤电河纱也没有多大区别 我准备这次将这个河纱全部清理出来 不用了 再将这个石头 准备将这个石头呢 重新给清洗 清洗两三片 清洗干净 最下面一层放最小的 比较大个的放在上面 给它重新放点水 再来养这个鱼 很多朋友说古法养鱼 在里面种水草 我通过可以水来净化它的环境 我发现通过自己的养护呢 这是不太可行的 因为水草有特别是这种 河鱼或者是我们养的金鱼 它的力气比较大 会把水草拱起来 我发现过多的水草呢 反而更不好会影响水质 所以呢 后面我就将陆续的将一些水草 全部都给清理出来了 就放这个石头 偶尔喂一点鱼石 发现它们也可以存活蛮久 这个缸里面大概 应该是我去年冬天的时候 有翻过一次缸 一直到今年 今年是第一次翻缸 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的一个状态和效果 将这个石头呢 大小石头全部都清洗了三四片 准备现在放到这个缸里来 这次呢 不放那个细砂 就直接放这个石头 先找了 这都是以前 弁石找的一些大小 不等的一些石块 这样子的好处呢 就是有躲避的地方 会比较好一点 像这种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摆放 我还有搞了一些 这个这种瓦片 也是比较稀纳的的 刮片 我们也就准备随意的 这样子摆放一下 这次呢 以前我是习惯是用 细小的石头呢 放在下面 大的石头呢 放在上面 就是改变一下方式和方法 就用这种比较大的来垫底 比较多的这种小角落 可以让鱼躲避的地方 我发现里面头的小鱼 被那个一种灰色的鱼 全部给吃了 就像它们两种 跟那个泥丘了 我们的这边 我放了一点这个 它就很随意的去 不要特意的 这感更接近大自然的感觉 像这样子 感觉整体层次感呢 会更好看一点 放一个吸水石 放一个字子 这个放下面 不稳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它下面呢 弄一点 剪点石头 给它 变稳固一点 这个小板剪个小女孩 最近呢 不准备放植物了 我们就将提前晚上浸泡的水呢 全部给倒进去就放鱼 现在弄好水之后呢 就准备把它们给放到缸里面去 它们还是好鲜活的 我就直接上手了 发现泥丘生命力也是很顽强的 目前呢 就放在这个水里面 因为这个缸就随便擦了一下 有一点漂浮的 过明天一晚上 它就会沉淀很多 接下来呢 就正常养护 偶尔投放一点鱼石就可以了